几个月前朋友转告我 这位年轻人 在微博上提出想和我聊一聊 大家好 我是李大 大家好 我是李大 热爱足球 看中国足球 为什么玩嘻哈的 他是口口秀编剧制片人 好开心自己没有做到 他是作家 诗人 我跟你说 在佛祖的价值体系里 同时是放弃 同时也是想抢的 这就是我 这不也是这种做欺骗吗 那挺好的 因为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 真是这么想是吗 那没办法 那你总得活着 我敬爱于他的多重身份 也对他代表的某种年轻人的语言系统感到好奇 为什么 为什么 什么对你的评价是特别苛刻的对你来说 我无所谓的 因为我是艺人 你最坦的标签是什么 我现在都能接受 在我的标准里 不重要 不所谓的 他觉得是一种自我放弃吗 你不能那么说嘛 为什么呢 就社会为什么这么容易俘获你 我的价值观 我刚刚说过 真正的内心的想法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你现在还自认识志愤的精英嘛 大众文化也很好 在我们见面之后的几节约 在我们见面之后的几节约 我在不同的场合与年轻人对话 你觉得我笨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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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然我很崇拜笨拙 我开玩笑了 那种年轻人观对错 他们偶尔会让我想起 与李战的那次对话 是适合去积极主义去做事情 2017年末 直到佛系青年 忽然成为热门话题 我才在想 这是不是当下年轻人 一种普遍的生活态度 我们希望一种 一种解构的态度 我们好像失去动力 学的知识越多 有可能焦虑感越多 痛苦感越强 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过得不开心 你看这种感觉 四周全都是有声音 我读过您的文章 我不知道这个话对你是不是冒犯 我觉得你在自我里陷得太深 或者说纠缠得太深 对读者极其不友好 对我来说任何好的创作者 都是陷在自我里极深的 如果一个创作者不是在表达自我 他在表达什么呢 如果你不是表达你 你在表达什么呢 你能表达别的什么呢 对 我就是想活在前方里 我不希望说我还有什么更深刻的东西 之类的东西 我对那个东西现在都排斥 我就希望活得流于表面 人是为别人而活 我希望给人带来快乐 我不想给人添堵 只是有些时代笑比较重要而已 哪些时代笑没有了你成功 你在怎么聊 不是我问的 你千万不能生气 你知道像我这种性格的人 我身边是有很多很刻薄的人 他们对您是颇有为辞 然后听说我居然能上十三邀 想让我帮他们问几个问题 你说 问 您真的像外界说的那样 会找一些书评期刊 引用自己根本没看过的冷门图书吗 会 真的 我看了那么多书 然后 而且我觉得读一个书 太实在了 我欣赏就是实在的 不不不跟这实在没关系 就是说一篇书评 不一定是低于一本书 我觉得这问题不难受是吧 这怎么难受 那我就继续了 还有好多这样的问题 这个太简锐了 所以您 说您到底能不能好好说话 说您为什么要采用这样的姿态和文字 出现在大众面前 我觉得如果你跟我交流了 怎么交流 做着聊天 我觉得你说话很正常 那就是了呀 回答问题回答挺好 这东西化解了挺厉害 我还以为这些问题能打疼你呢 为什么你总要给人一种忧伤的错觉 好狠 我害羞 我不喜欢在人群之中 所以我会紧张 我也不喜欢被别人看着 但我想尝试 我想理解你是怎么回事 好了呗 好了呗 这可以抽烟吗 不知道 抽烟是不是 明天见了 明天见了朋友们 拜拜 你昨天狱鸡在胸口呢 除了酒还有什么之类的 没有就是我可能有更多的 expectation 更多期待吧 他们这代人的笑或者胡扯 不是那种扩张性的延展性的 它反而是收缩性的 可能我期待的可能是更丰沛的表达吧 今儿你大概想再跟他多了点什么呢 可能有些更细节的东西吧 他对自己所处的这个时间段的看法 一个迅速扩张的这种名声 相对更本质的看法是什么 来啊 这是你主厂 不是主厂 我就没主厂 所有厂都是你是主厂 知道了就好 你得睡到喝到几点 这就在这 先坐好 好吗 我们在这 坐呗 你要化妆是吗 那画呗 你看看人家都要化妆 你看你们怎么对我们呢 不过流星不能通知我 不过流星不能通知我 不过你就这样吧 哈哈哈 我对他都很绝望 学校园 你要是中国良心 我就是中国美感性 哈哈哈 美感性已经化妆 来来 来 画呗 我以前特别抗拒化妆 嗯 什么乱习惯的呀 哎 就是 这棒 我说这有什么好画的 我就这么讲呗 不行这个播出还是那个 好 谢谢啊 导读巴赫金 我的书呢 到书包里 我想让他出镜 给他批进去 到时候在这个许志愿老师的这个肚子这附近 批一个宇宙超度指南 好不好 闪现一下 好不好 就是购买链接 不用不用 那已经太过分了 哈哈哈 知道书名就行 好有分分感 对 嗯 为什么会这种超度啊 或者这种 就能着迷呢 喜欢佛学的这种东西 嗯 因为也挺多年轻人迷类似的东西的 就是会不会那种 其实生活尚未经历什么 就假装已经穿透了很多东西 对对对 小时候是很明显的那种感受 现在呢 现在好一些了吧 就经历了很多 这个就是世俗成功的意义 或者说成功不成功吧 反正就是你在世俗里得到一些东西 这就是证明嘛 对吧 为什么说特别感谢这个时代呢 我就觉得像我这样的也可以 怎么说穿金带银呢 就怎么说呢 那比如说 因为包括你自己的节目 包括这个综艺类型 对这代年轻人塑造很大的 火 有吗 他们的语言方式 他们的思考方式 那我觉得 我说句大言不惭的 我觉得至少在我的内容里 我的透过去内容里 至少没有让他们变坏 不说 我没说他们变坏 对对对 我就说嘛 比如我们稍微跳出来一点理解这个事情 就是看综艺这些年轻人的承担很多不同类型的 因为他们又有相似的语言风格 相似的表现方式 就你怎么描述这个现象 对你又是局内人 我反而觉得可能没那么严重 影响力也没那么大是吗 你说你比如说春晚 以前一年的流行雨是春晚在塑造的 现在春晚是一年流行雨的总结 我反而觉得可能没那么强 可能是年轻人们比较强势 对我就说过去是春晚这个舞台 现在可能是你们做这个东西 没有这么大了 没这么夸张 说10亿人都看这个东西 但是还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力的 我觉得我只要坚持下去 那个目的可能就能实现 如果实现不了就是我能力不行 对吧 就我不用去费劲 它是自然而然的事 你看这为什么是我接受佛祖的教诲特别快 就把自己理顺了 就行了 就这样了 也行了 我也没少享受 也没少体验 知识也学了 该见的也见了 该喝的该玩的也有了 就这样 差不多 没什么问的 许老师 差不多了 对 你跟他说说 他没来之前我们正在谈的那种感受 啥 不知道 其实我表达起来还有点障碍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就是我自己的感觉 我用了很多语惠 知识方式 结构 我在这都不发表达的 都是不好表达 或者说不适合这样的表达 您来一段了 书面的 您是怕不够口语 还是说那种思维结构太成就 还是怕他格格不入 还是怕什么 书老师坐在这 伴着后面的鸟叫 真的是 字典里知识分子就应该配一个这个 后面是鸟叫 词条 知识分子 对 包括这种自以为是这种戏谑 对我来说 我可能不晓得这种谈话方式 因为他戏谑是反谈话的 因为这种消息是 或者谈话越来越窄 越来越小 最后就没什么意义对我来说 你说这种方式无异 其实我认为所有的都是无异 对 然后就那就变成 这种谈话就变得也没劲了 就没劲了 我这就是人熟了以后就下不去嘴了 大家玩入里大 第二季啊 这个观众朋友们肯定都希望能比第一季好 对吧 我们当然是也希望 你们能不要有这样的希望 我要理直气壮的告诉你们 我啥都不会 四岁的小孩做梦 梦话说的都是 奥斯卡奶奶我要打奥斯卡 真的家庭氛围很重要 侄子小时候也这么喊过 你看让奶奶给打奥 她那不是黑 她那是童年的淤青 就比如说 比如你做这些事情 就里面很多戏谑嘲讽 或者 就是你在做这个过程中 泡泡这种语言系统欺骗了自己 语言学不就这样 被自己的这些话构成的嘛 但是在自己原性里活得太舒服 或者是有问题的 那我为什么要活得不舒服呢 但您也有自己的语言体系 我不知道找你们就换语言体系 对 您使用的语言体系是很不口语 第二和大众割裂很严重 第三受很多批评 你如果不是自我欺骗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 对吧 写着写着 好 那你觉得他们为什么在吐槽那么感兴趣呢 因为好笑吗 跟普遍的无力感有关系吗 还行 其实这个玩意 喜剧这个事 我的感觉是 如果你做的够好笑 够优秀 所有人都会喜欢的 你不用把它放在时代框架里看 清诚人也爱看好笑的东西 宋代人也一样 就没反对 没什么反对 不是您问我吗 说为什么现在的人喜欢吐槽大会 吐槽是什么 我回唐场做一个奏秀演员 我把李白摁了 我给他一顿吐 后来你不是那什么吗 得意虚进的话 你怎么那么要当官呢 对吧 我觉得大家听了也能笑 其实是说新语里好多这种东西 或者说你认为现在这个点 他们笑的点 是跟什么有关系呢 我研究幽默笑这个东西 也读了一些书 有一个现在最公认的解释 叫恐惧解除 你就是发现这事没事了 哈哈你就笑吧 比如说过山车 下边有哈哈太好了 这就恐惧解除 一样吐槽就一样 那很可怕的 我怎么能当面说许志远 伪知识分子 但长得确实帅 就大概举个例子 临时想就举个例子 前半句是很吓人的 你怎么能当人面这么说话呢 后面它变成一个绕回来 然后就笑了 我是这么理解 这个说的好恐惧解除 也有别的解释也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解释叫 心知 就是笑是对人自己的一种奖励 通过意外的手段也好 它通过前后的那种铺陈和反转也好 初级你的理解是一个意外让人笑 其实深层的生物上的动因 是因为你获得了一个心知 在这个笑话里 现在这两个解释 我觉得都有道理 但比如你既写诗业笑话 诗业使人获得心知 换一个角度看问题 突然桌子是在这儿 突然一张静默的桌子 这个桌子就变得不一样了 就是对你来说 这两者的你都写吗 他们这段有关系吗 或者说他们有 有吧 写笑话的人 能写笑话 能成为好的喜剧工作者的人 都必须要敏感的 当然 诗人一样 好诗人肯定要敏感 这个就是共性的 对我来说是共性的 但是写的话 你担心这种说这种口语 伤害你的写作本身的语言吗 还真没伤害 如果你不过生活在哪个时代 我刚刚不是说所有时代 都有一个德性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我的那个时代 我想生活在我的写作里 就那个是最好的 创造一种新的话语空间 它永远是一种自由和一种创造力的表现 但这个话语空间有什么构成 这个话语空间是易碎的还是持续的 这就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分野了 一种新话语空间是它自从其逻辑的 它特别大的内在的支撑的一个东西 另一种话语系统它是非常依附性的 它通过精进的消解和依附一些主流话语系统 也完成了某种转移或者是逃避 这是那种方式 我非常可以理解这种某种意义上的依附性的话语空间 也是富有某种创造力 但这种创造力对我来说 它不是特别高级的一个创造力 而且它是非常的易碎易消失的 写诗什么时候开始 其实最早写的都删掉了 删的干干净净 太尴尬了 受很影响的那时候 这事我觉得跟您讲的 我其实特别好奇 有年轻人居然是不写诗的 这是我最受不了 这不是很正常的本能反应 你甭管写的好写的坏 年轻时候不想写两笔吗 25字之前都应该是个事 但我就是这个感觉 所以有人问我说 你为什么写5字 你不是很正常吗 写的不好是不好 但是你怎么会不写呢 那你周围同学写吗 都不写 我周围大学有个同学 是那种国学范儿的 写古诗什么 别听别致的 国学青年 很爱读什么厚黑学 什么 外缘内方什么的 我天天骂他 跟他吵架 上课跟他吵架 差点打他有一次上课 因为你很少说 是管中哪个学校 没看到的 因为说出来你不知道 你什么说过 后顿知道吗 华南农业大学 听说过 听说过 这是地底志愿吗 就这一个 我有一个特别遗憾的事 我没读过名校 这是我特别遗憾的事 我初中学习那时候 就是全选第一 考了几年就觉得太没进了 这太容易了 就又开始玩 又叛逆 那会儿就文艺青年了 挺摇滚 觉得自己本有文化 天天捧本书 那样 我就应该高中三年 不是要看什么 看什么米兰昆德拉 我好好把语文数学看好 我好好考个北大多好 不知道图啥 我气死了 就特别后悔这件事 就觉得不接受这个教育 或者反抗这个教育 就很牛逼的一件事情 我小时候就中这个毒 我气死了 我现在特别后悔 所以你知道我看以赛博林的传记的时候 受什么刺激吗 以赛博林和他的小朋友 两个小朋友9岁 他们穿过个公园 谈了一路 莫扎特是怎么回事 他们 我当然我大学看到这本书 以赛博林的东西 你看 薛老师你看 这是我跟你说的 就是一切时代都一个德行 都得死 都一个德行 就是你已经是北大的了 但你还是觉得 对吧 你还是觉得 哎 我怎么没那样呢 我相信以赛博林的小朋友 他希望他生活在俄国吗 他肯定觉得我爸为什么不是莫扎特的 这个东西是用我们佛学的话来说 就是 无尽 这个欲求是无尽 就我关键跟你正好恰相反 正是因为这个东西 生活才变得有意思起来 你要活是要有欲望的 才是生活变得五彩半驳 我其实你看咱俩不太一样 就是什么 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 我觉得啥都没记 我后来包括逼迫自己 因为我确实喝三块钱一瓶的啤酒也很开心 是啊 肯定很开心 我真的很开心 但我觉得我这样下去是不是就完了 就是 我就肯定 真的好 对 我就回内蒙了 我就回内蒙自己找个屋 我就喝一辈子啤酒 什么都没有 就是 也行 因为最可怕的就是这个也行 我跟你说最可怕就是也行 因为在我心里这种选择真的行 所以我就要一定要变成现在这样 打一个小森林蛋子 我才能健康的活着 为什么选社会学型 你是学社会学吧 我其实想读哲学 但是我也想活着 我也想好好挣钱 然后但是自傲 我觉得文学这个东西不是能学的 然后就看到了社会学 我说这挺别致的 根本没看过社会学的书 不知道社会学家有谁 我觉得这是个全新的学科 然后又能满足我离家远一点的愿望 就想了就这边了 社会学里学到什么东西 社会学 可能你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学术这件事让我有了一个思维 就是你到最后你可能只能解释这个世界 就是这样 你什么都做不了 但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改变世界是吗 从来没想过改变世界 我就挺好 我其实挺喜欢学术的 我动过念头 但是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就不扯扯 你不是去南方中洲看吗 但是 他说脏话 我跟你讲一件事 你也别生气 不是冲你 喝一口 别生气 你也听出来了 我就是也是挺文艺青年 挺有过那种新高气傲 正大的时候 包括说改变世界什么 我去媒体 其实也有这种想法 正大的 就发生了那么一件事 我在电梯里 听到另外的别的地方 总是在那聊天 那会是马上过年 我好像刚买完火车票 我去买火车票是这种排大队 在那个 你要去抢票的 我当时得没钱 得坐火车回内蒙 然后又回实习什么 我就听着两个人说 说 马上过年了 回家买了票 没事我们跑春运口的 有票 咱们跑车 我跟你给我干账 就有那么一个瞬间 我突然就觉得太扯了 这个事情 我就一下就觉得太没意思了 因为南方到夜一直 北方到夜给自己的道德表率太强了 对 然后我就喊 然后我就很快就离开了 我觉得太没劲了 我说我还不如好好挣钱呢 这么容易被打击 是不是说明另一个问题 所有的行业的人 都是这样的 都有这样的人 但是我那一瞬间 我就认清了 因为我当时也能想明白 我如果在那我会不要吗 我不可能不要 我怎么会去排队呢 那就这样吧 这世界运行的国际就是这样 我就发现了 没有我想的那种 道德很捷径的那种东西 慢慢的 我也特别瞧不起知识分子 也特别瞧不起这种 有操守 有坚持的老师 就有 有 有 我不跟你们这些人混 我不想再这样 我也不想再做知识分子了 太早找到边界对你来说是一个问题 还好 还好 还在找 我希望能把自我的边界再扩大一下 世界就是这么运行的 我就一下认清这件事 那我要赶紧来 那我就运行起来呗 我就别嘚瑟了 我就加入大家一起运行 我就接受的很快 我觉得世界就没有错 我没有说他错 只是当时那样 比如说 我真的蛮好奇的 就这种不同代文艺青年的变化 比如说我比你大十几岁 可能一直到我 我九年代上中期上大学 一直到我们那时候 如果是文艺青年 你是很享受苦涩的 是啊 就是你的巨大的希望 和你实际上的这种能力 或者说现实之间的差距 带来很大的苦涩 你是觉得苦涩是你人身份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对你来说 你也是有一段这样的过程 有过 刚刚讲的大学 我也是那样 但我现在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 我就喜欢现在的小孩什么的 他们到底什么样 现在小孩什么样 比如池子 我的好朋友 95年的 他没有这些 没包袱吧 没包袱一定是好的 但是他不一定是不好 我是怎么想的 就这种苦涩 或者说这种挣扎 这种矛盾 这些心理 对你的创作产出为人全部 我甚至可以说是 可能是没有价值 你觉得没价值 因为池子他也没有需要的 没点 他一样可以创作 他一样 他一样讲段子 一样 讲完就玩去 他不挣扎 不是说没有不思考 他都有 愤怒也有 不满 对一些事情看不惯 什么都有 但我觉得他没有把事情放得很重 他不是那种享受忧伤的人 我觉得可能是这么说 就是说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 什么东西让他痛苦 很多 很具体 他其实比我叛逆多了 他还小了 他还年轻 他比我叛逆的太多了 很多广告他都不愿意拍 你会说服他吗 会 他能够被说服吗 能 我就把钱给他看 我说就这么多钱拍不拍 我就是他的社会现实 我对他来说真的就是一个社会 因为我其实也不是这样的人 我跟他讲的道理就是这样 我说你觉得我享受这些 我说我小时候比你叛逆多了 但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蠢 虽然每个老年人这样说话都很傻 但是我总觉得 我觉得我还是得跟你说一说 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代人的价值观都不同 就不是对我们这代可能7年代普遍来讲 这个价值观价值系统是个体去反抗的 这是非常 您这一代是什么 对的很普 可能会去摇滚 对就是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好像 就我为什么好奇跟你想跟你聊 就好像这东西好像就突然到更年轻一代就消失了 有点 就是我就很好奇这个东西怎么发生的 因为他在我身上逐渐消失 而且非常快 因为你先才二十七八岁 他在我身上逐渐消失 对非常快的小时 为什么 我变成社会了 我的价值观 我刚刚说过 就是我觉得所有时代都一个得限 这就是我的价值观 我觉得都得死 你要问我重要不重要 我觉得都不重要 在我真正的内心的想法里 我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在佛祖的价值体系里 对立的概念都不重要 您刚刚说放弃 对立的可能就是我想通了 但是在佛学的价值体系 我没解答 是以见识 中道 讲中道 我同时是放弃 同时也是想通了 这就是我 这不也是这种自我欺骗吗 是啊 但是这被庸俗化的佛学更是这样 尤其适合中国人这种 当然 那没办法 那你总得活着 怎么 你是哪有这么严峻 就把这个情况 好像我不接受这样的佣俗化的东西 我就不能活着一样 怎么可能呢 哪有这么严峻 哪有这么自己吓自己的 对我来说是挺严峻的 只能说对我来说是吧 挺好的 我得到的更多的是快乐 嗯 就把自己理得要清楚吧 就得到工作的时候 您想过信教吗 我没有 你觉得你会信教吗 不知道 我是个挺坚定的个人主义者 我相信人自身有他的寻找意义的系统 文艺复兴 你可以这么说吧 对对对 人是有这样的东西 文艺复兴 那您对知识分子的责任哪 或者说 我相信改变世界这些事情 我还是相信吧 我当然不是浪漫抒情似的 那种那样的 不是 我觉得我们是很多 可能被很多伪知识分子给害了 知识分子是有很多问题 商人没有很多问题 然后不同的行业没有很多问题 都有很多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把 好像我们对这个行业 就特别尤其苛刻吧 可能之前给他很多道德期待吧 太苛刻了 因为只有知识行业是最自省的人 当你批评他 他们是接受的 你批评其他人是没有的 你会不会殉道 我不会 我是想过主义者 那你想过以什么样的方式 结束生命 死在女人的身上吗 真是的 我骗你干嘛 我觉得这个就是知识分子和艺人的区别 就我这么想我也不能这么说 为什么呢 我不能 为什么不这么说 我不能说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就是说会怎么样呢 会少赚很多钱 真的吗 真的 这么明显啊 真的真的 怪不得我赚到钱了 一马 我终于知道原因了 真的 你节目成这样了 我都不赚到钱 我讲解你怎么赚钱 就是不要说太多真话 你不就是不要挑战大多数人 那我图什么呀 那你想不敢说的事 你要用包装的形式 我跟你我跟你说 那就很无聊 不很累吗 我告诉你也想说 就是像刚这个 呃死在女人身上这个事 嗯 我把它变成一个段子 可以说 我就说了 我说 我说 我说以待我有时候想 死在别人的身上 但是呢 但是呢 我觉得 我觉得我 对可能是被那个女人打死的 所以就随便 拐一下说个段子 就说了 大家就不会觉得啊 那其实我比你过得开心多了呀 嗯 某种某种意义上 对对对这个这个 你可以这样说 但其实我也说了 我只能说我也说了 我该说的 我其实都是说的 啊对 我再教一个怎么不被人骂 嗯 刚说了一个 死在女人身上那时候 嗯 其实女人这个词啊 就有点油油腻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 你相信我 我是做大众娱乐的 好吧 我是做大众娱乐 而且研究口语的 嗯 女人这个词 首先 男的使用起来 就会油腻 然后 真的 尤其是一个 您这个 年纪的人 嗯